现在在疫情来说 法国算是已经进入了第三波了 原因是因为先前告诉您 他死亡人数呢又再次的禁逼到十万人 甚至他们的ICU交互病房是爆满的 眼看已经快要没有办法控制 总统马克宏赶紧第三次的宣布 全国在封城 而且为期四个星期 非必要的商店通通关门 第三波疫情实在止不住 法国总统马克宏宣布 全国第三度进入封城 从周六开始为期四个星期 非必要商店关门 没有合理原因不得离家 超过方圆十公里 晚上七点到早上六点宵禁 而且除了大学以外的各级学校 也将关闭改为线上授课 原先19个软性封城的省份 也将遵守全国封城规定 马克宏把矛头指向英国变种病毒 但表示这个周末复活节 将允许民众跨区移动 或是移动到想要呆的地区封城 法国新冠死亡人数 接近十万人 每天新增确诊数都超过四万 重点是加护病房腮爆 已有五千名病患 当中高达44%的人 年纪都低于65岁 险见变种病毒肆虐的严重 法国已有850万人 接种第一剂疫苗 大约是13%的人口 马克宏强调 接下来首要目标 就是加速施打 从4月16号起 60岁以上长者都可接种 50岁以上民众则 预计从5月15号起开放 期盼所有法国人从6月中开始 陆续接种对抗疫情 记者综合报道 好 再来看到 是大陆云南跟缅甸交界的 这个边境城市瑞利 说也惊爆了本土疫情 而且这两天来 病例已经激增到了60人 虽然官方紧急下令封城 但这个封城令呢 是来得非常的突然 所有的人员目前是不进不出 22万人都在瑞利里头 彻夜进行核酸检测 而且全面停工停学 大家居家隔离一个星期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这两天来呢 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5个人 而无症状感染者 则是有45个人 加起来是60个人 其中缅甸籍呢 占了五分之一 因为去年9月的时候 瑞利曾经封城 就是起因于缅甸会有偷渡客 所以这一次呢 在大陆媒体也把这波疫情 再一次的指向了境外输入 但有很多人其实呢 来到瑞利是来工作的 来不及出城 就陈被封了 没办法 只好最后选择睡公园 而全球现在已经开始展开了 大规模的疫苗施打了 但是呢 在欧美上个星期的疫情 依旧是往上走的 现在就怕说年底之前 会有高达60%的国家 仍旧无法解封 那么我们反观台湾了 台湾呢 现在有人说可能会更惨 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拿到最新的疫苗 目前手上呢 是只有AZ 可是AZ常常常出有副作用 所以医师就认为 应该是要买辉瑞或者是莫德纳 才能够提高台湾的施打率 但指挥中心这边呢 动作却好像慢可多拍 怕没有办法跟上 全球解封的速度 全世界强打疫苗 疫情却不见趋缓 上周美国疫情加剧周数 从一半上升到三分之二 欧洲疫情上升国家 从六成来到七成 国内专家认为 全球正式进入第三波流行期 高达60%以上的国家 年底之前无法解封 疫苗只能加紧脚步研发 但台湾恐怕更加悲惨 不但施打率不如预期 就连手上拿的 都是副作用频传的AZ疫苗 很多民众觉得他还可以等 如果能够进口比较大量的 辉瑞跟莫德纳疫苗 我们才有机会 快速的提高我们的疫苗接种率 AZ疫苗引发疑率 就连德国法国医护都出现 拒绝施打潮 再加上变种病毒出现 让接种速度也跟不上确诊速度 让疫情雪上加霜 看看美国施打一剂以上 3月30已经来到了百分之二十八 打两剂百分之十五点九 但依旧悲观认为像是世界末日 台湾第一波开放 二十二万名医护施打AZ 目前只有1.2万人接种 占比仅仅百分之五 以全台覆盖率来说 更只有百分之零点零五二 全球都在对抗变种病毒 但台湾恐怕无法拿到最新的疫苗 被世界甩在身后 是该回归最严格的边境管控了吗 在未来我们现在疫苗 在这段时间 当然进来的速度比较慢 打的幅度也比较低 但是对于目前来讲 疫情控制是没有影响的 到手的疫苗 让国人产生疑虑 再加上施打率低 就无法拥有群体保护力 若不赶快加紧脚步想办法 台湾只会跟世界逐渐脱节 记得周天璇和之宇 台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